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生惟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義 各位法師各位句師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佩舍區 他的一些事 佩舍區比較有名的就是發八大院 大部分所有的綠典都說發八大院 但是五分率說發九大院 但是有一院佛陀不允許 我們先來看他到底發了哪八大院 他一般來講 他說是幽波儀裡面 布施第一 其實他的布施是比較著重於護身 護持道場 也因為這樣他常常 因為他也是大富人家 也不用說做很多生意的這種 所以他常常有事沒事 就是去道場看一看 有哪些比丘生病 沒人照顧 有哪到場需要些什麼 到處去看一看 他不但是蓋 出錢蓋金色而已 他蓋的是東元金色 在蛇衛城的東邊 但是他也會去東元金色看 蓋完了之後也常常去東元金色 也會去奇岩金色 然後看那邊的法師 那麼有些什麼需要 王舍這個捨位前也有比丘女的道場 但是我們比較不清楚的是 他也有比丘女的道場 他也會去看 就是他常常會去佛頭的道場裡面 看有什麼需要 那我們來看這個 辭舍屈夫人的這個八大院 他立八大院 大聖佛法特別強調發願 就是我們說 這個修行一開始 先要發心 發心為首 立願居先 發願 我們常常講願是什麼 就是他立八大發大八大院 願就是兼顧不動搖的心 致願 就是說我要這樣做 像發願其實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那麼你想達到 但是你怕你的能力做不到 或是 或是你怕因緣變化你做不到 但是你很想達到 你就發願 他說我一定要做到 不管什麼時候 我一定要做到 例如像這樣 像獸戒也是一種發願 比如說獸五戒 進行獸不殺身 這一輩子 我都不殺身 那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那麼有一些比丘 他確實也做得到 比如說像 央捲摩羅 央捲摩羅以前殺很多人 但是自從他歸一之後 歸一 跟佛陀歸一之後 沒有起過誠恨心 誠恨心都沒有哪裡傷殺人 阿難 阿難自從 阿難我們下一次會講 就是 第五年之後 就渡阿難 阿難 蘭陀 提伯達多 這一些 阿難也很值得我們說 阿難也有很多特質 阿難做佛的使者 二十五年沒有起過獄灘 沒有起過誠恨心 那這種基本上像 當然他個人的素質也有關係 那主要就是 他你有一個 他內在有一種心願 但是像 像有時候我們 不管在家出家 那麼學佛 想要到達一種境界 想要到達一種目的 那麼有時候 我們怕我們做不到 那麼這個時候 你發願 那麼我說過就是 你要有兩個信願 這個發願當然就是 也包括你的信願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 相信因果 然後要相信自己 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可以做到 我一定可以做到 真的 這個很重要 以前我也是這樣 我是這樣發願上來的 那麼你要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可以做到 兩個一定 那個就是願 那一般我們常常說 發這個 發這個 似弘試願 眾生無辨試願度 煩惱無盡試願段 煩惱無量試願水 佛道無上試願成 那麼菩提心 其實就是菩提怨 菩提心就是心 堅定堅決的要走 成佛之道 它就叫菩提怨 堅定的菩提心 其實是這樣的 像我們修行的時候 比較實際上的問題就是說 不管在家出家 都有煩惱 那麼那你要看準 這是哪一個煩惱比較重 我一定要調伏這個煩惱 或是我在幾天之內 一定要完成什麼目標 但是願有時候 不可以立得太 要視自己的情況 那也不可以立得 你完全做不到 那就沒辦法 那也不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說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你想完成 但是 境界很多 因緣不好 或是你的力量不足 這個時候你就要發願 那麼 那就比較能做到 那發願通常會在什麼時候呢 比如說 你比如說 有一些人 他 他家裡有一些事情 他想要改善 那麼他要 他比如說 很多人都是這樣 比如說他父母親往生 他爺爺奶奶往生 好 我要吃素三個月 那他也是一種願 像我以前 我以前因為想要改善 累積我們的善業 然後改善我們的善緣 我們就先發願 要行三千善 就是看到家的也一樣 我們看到這很好 我們就開始 一定要做到 就三千善 不管做到什麼時候 就是以一個目標 或是我一年一定要做幾件 或是我要做三千善 那麼比如說 其實我去服演 那麼我要把六百件的double已經讀完 一天讀十卷就這樣 讀一個月 然後讀兩個月就讀完了 就上課也是這樣讀 有找空就讀 那麼因為你有那個願 你有那個願景 你有那個願心在裡面 你就會想辦法去完成 那麼如果有障礙 你就會想辦法去克服 真的 那麼比如說 像以前我們老師會天長老 那麼他都常常鼓勵 他也是很有修行的一個人 他都常常鼓勵 就是發什麼願 那一個月內 我不生氣 會天長老 正絕經社者會天 他以前在服演佛學院當教務長 他基本上都鼓勵 就是叫做 我要發願我不生氣 那麼其實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那你可以先這樣發 我一個月內絕對不生氣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那一開始 一天不生氣 你會很高興 兩天不生氣 你會很高興 三天不生氣 你就以為你要成功了 我告訴你還沒有 真的 然後開始 比如說慢慢慢慢 過了五天六天 開始有一點事情 會讓你小小的生氣 但是你克服住了 開始好像快要成功了 會發生一件事情 讓你很生氣 就是這樣 那你要克服 但是即使 即使你真的後來 沒有 從頭來就好像念佛一樣 我這一串念珠念完 我都不要打妄想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念到快要完了 打妄想 那麼你一定不可以氣 我們昨天講過 對於自己的修行 對於自己的信念 要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自己 向善 向善 向解脫 真的 你這一點很重要 很多人 很多人會退心 主要是 有時候自己力量不過 有時候因緣不好 那麼障礙太多 然後就覺得 沒辦法了 我一定沒辦法了 我已經不行了 我沒辦法再堅持 然後就放棄了 其實不要 因為 因為在修行的路上 永不放棄 那麼當你對自己 永不放棄的時候 你慢慢慢慢 將這種心 因為你知道 修行沒那麼容易 修行沒那麼容易 那麼所以你開始會發現 別人起煩惱的時候 你會包容 因為本來就不容易 覺察煩惱都不容易 何況控制煩惱 能控制煩惱已經不容易了 何況能夠調伏方 所以你會發現到 因為你自己走過路來 你自己一路走來 你知道這不容易 所以當你發現 有的人竟然可以做到 你會很什麼樣 很讚嘆他 隨喜讚嘆 你絕對不會嫉妒他 你會非常隨喜讚嘆他 那你發現有一些人跟你 以前一樣做不來 你會怎麼樣 你會理解諒解包容他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也是一樣這樣 那我是經過了 一段期間我才撐過來 他現在剛開始做 做不來很正常 所以你就開始對這個世間 想法看法不一樣 那麼這個也會讓你比較少生氣 那所以生氣這一件事情 那麼其實你看起來好像 很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最困難的就在這裡 真的 像阿難真的是很調柔的一個人 他自己撐 他也不會生氣的人 不太會生氣的人 他不但自己不生氣 他也不太會讓別人生氣 那這個更厲害 這個更厲害 自己不生氣已經很難做到 要讓別人不生氣 那個功夫要很好 觀察力要很強 善言要很深 但是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 向賢慎看齊 向佛看齊 向佛學習 歸佛向佛學習 歸一生向賢慎生學習 與生而合 就是你的修行 同行同願 同行同願 其實是這樣 這個我們常常要勉勵自己 真的 因為修行這一條路 看起來很多人跟你一起 一大群人 實際上都很孤獨 你自己怎麼做 因為克服煩惱 永遠別人幫不上忙 克服煩惱 永遠別人幫不上忙 都是你自己要實際上努力的 要歷練過的 別人都是住員 別人都是住員 你說不能幫忙 也是有 但是說主要都是靠自己 而且生生日式都是這樣 獨來獨往 但是有緣的 有緣的會共聚在一起 同行同願的會共聚在一起 大家同樣修善業 就會在同樣的 同樣的國土中 得樂報 同樣造惡業 就要在同樣的世界裡面受苦報 彼此不結善緣 就會彼此折磨互相傷害 彼此結善緣 就會彼此幫助同向普及 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就盡量 不要現在 給未來的自己做障礙 這個是很好的 真的 你好好想一想 你大概就會知道 到底是怎麼做 覺得自己不夠力 那個時候就要發怨 就是要用怨力 什麼叫怨呢 堅定不移的心 就是那個目標 我也要做到 向上向上向解脫 他就是一種怨 想要成佛就是一種怨 像這個聘舍穴 他發了八怨 五分率是說九怨 我們現在一般都是說八怨 我們來看他發哪八怨 他基本上就是護身 雖然是布施第一 但看起來就是護身第一 第一個 怨 因為我們看的怨比較多的是 要師佛十二大怨阿彌陀佛十八大怨 那個都很大 一切眾生 見到我就怎麼樣 我會跟他怎麼樣 那個我們基本上 他也是四面 但是他已經成佛了 那我們在 依現在來的情況 我們做得到的 依現在我們就做得到的 當然像辟舍區他這種 他這種急速 他是正出國的人 而且他家很有錢 他立的怨跟我們立的怨肯定不一樣 像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然後我們也是會發怨 可以發怨 像以前 因為我們相信因果 以前我是比較窮 比較窮我們覺得我沒福報 沒福報就是沒捨心 我一定要改善這個事情 那沒智慧 我們就一定要改善這個事情 好 先做三千三 培養自己的福報 然後還要跟 要跟什麼 要跟這一些 這一些 那時候我還在家 然後要跟 一些的法師結緣 沒那麼多錢怎麼辦 沒關係 用你少少的錢 比如說像我就去 去我們公司的附近有一家素食館 那一般的一般的 不是那種高級餐廳那種的 然後我們就說 只要有法師來 那麼 這些 你不要跟他收錢 這個錢我都來付 然後一個月去跟他結一次 雖然很窮 但是他們也沒有很多錢 那是 就是做 你就是有一個願 我就是 我沒有做很多 我沒辦法做很多 但是我至少要多少做 那就是一點一點累積啊 真的 我也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然後一點做 一次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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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發怨 那我到福遠去的時候 開始 有一些福報了 然後就開始講 只要我有的東西 只要人家需要 我一定要給他 就要發怨 那你發怨了 你要做到啊 那你就會常常提醒自己 這是我發的願 我要做到 那麼就慢慢慢慢慢慢 像我們說五界八界 也是一種願 就是我這一天裡面要做到什麼 我這一輩子 五界就是我這一輩子 要做到什麼 歸一也是一種願 歸一是三種願 歸一佛中不歸一 外道天謀 我就是一直向佛學習 我這一輩子 除了佛之外 不像其他的天神外道學習 我就是向佛學習 它是一種願心 那你要做到啊 歸一法我就叫依法修行 我這一輩子就是依佛所說的法修行 所以你要了解 那佛到底是教我們什麼修行 那你要了解啊 歸一身 要與身合合 就是佛弟子到底都怎麼修行 那佛弟子到底都是怎麼修行 修行他怎麼修行 我要跟他一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 佛弟子怎麼修 像屁舍群 他是在家弟子 他也是佛弟子 他也是佛弟子啊 人家是怎麼修 人家是怎麼修 那我們是怎麼修 我們有沒有跟他同行同願 那你歸一佛歸一法歸一身 我要向佛學習 我要向佛弟子學習 依著佛法學習 那這個是一種願喔 那你自己了解了之後 你常常要提起這個願 所以為什麼 早晚課 早課晚課都要三歸一 那個不是再歸一一次 那個是讓你時時提起 你是在想佛學習 為什麼我們每次講經 都要南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為什麼 我要向釋迦摩尼佛學習 要常常學習 要知道他告訴你些什麼 他教了你些什麼 那你聽了之後 反過回來 我學了些什麼 我學到了些什麼 你這個常常念 常常想 你慢慢慢慢 你就越來越什麼樣 越來越來越向上 向上 向解脫 那你就會開始發現 我越來越好 比如說你開始修佛法 你會發現 我現在的福報 稍微有一點點增加了 因為沒有福報很明顯的 有福報很明顯的就是 想就容易有 努力就有 沒有福報就是 努力也不一定有 就算有了很快就會失去 而且比較 忽然之間有的福報 忽然間會受不起 你了解了之後 你就是要改變 要根據每一個人不同的情況 會變 那承認心比較會導致於 人緣不好 人緣不好 然後大家比較遠離你 然後大家不喜歡你 那麼佛法裡面 佛法裡面來說 就是 所有的過患裡面 所有的過患裡面 稱心的過患最重 大字的裡面講 98節裡面 稱心最重 對於大聖佛法來講 菩提心來講 最障礙跟眾生皆善緣 所以你看 所有的煩惱那麼多 他就講 一念稱心起 怎樣 百萬戰門開 一念稱心起怎樣 火燒功德靈 你看 他為什麼要這麼講 就是稱心的過患最大 所以我們那個會天長老老師就 就是 常常告訴自己 不生氣 不生氣 就講 不生氣 不生氣 我就是不生氣 但是不容易 但是要提醒自己 那也是一種願 一種願 比如說 這幾天我過生日 我要好好的對待自己 生氣是最傷害自己 我 生日那一天 生日明天我過生日 今天我就不生氣 生日的前一天 跟生日的後一天 這三天 我用不生氣來祝福我自己 來給我自己送禮物 最好啦對不對 這真的啊 我爸爸過生日 我這一天用不生氣來供養他 你看 這個比你買蛋糕還好 是不是 是啊 那這個是最好的 那麼 未來 因為你這樣的 你這樣的心 就是你要從這些小事情開始做 那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這一些小事情喔 我告訴你 你第一天三天不生氣 真的都不生氣 而且有永遠會讓你生氣 你都不生氣 就表示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做主 我們昨天講嘛 對不對 你能夠自己做主的 就最容易獲得快樂 你常常受制於別人的 你就常常痛苦 就表示你開始有控制煩惱的能力了 對不對 因為你要知道你這三天不生氣 應該要生氣 你都不會生氣 第一個 你知道三天不生氣 這個是不是有覺察煩惱的能力 三天 都有覺察 對不對 那麼三天 有可能會生氣 你都不生氣 是不是你已經有三天可以控制煩惱的能力 是不是 對啊 你看就是從這開始做啊 所以修行其實沒有困難 就是 你有沒有 就是你說要走萬里路也要從第一步開始趴 一樣 我們就是其實修行就是 有修到一個撇步 就是有一些善巧方便 就是說你要從一天兩天三天 從小願到大願就這樣 漸漸做漸漸做 那你會發現到 我真的做得到呢 我可以做到 雖然很難 看起來也不難 但是 但是這還沒有 越到後面越要成功 越到後面越要成功 它境界會越大 我的經驗也是這樣 真的 就是你一開始會很歡喜 但是你也不要認為說 哇 這麼容易 我告訴你也沒那麼容易 但是你一第一步跨出去了 就不難了 真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也是我的經驗 但是就很好用 你慢慢開始會覺得 你開始會這樣 我很多東西也做得到 那麼三天做得到 那麼再加一天 四天可不可以 可以 再加一天五天可不可以 可以 再加一天六天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一年兩年 我告訴你 你只要有三年 能夠持續 那就變成一種很強很強的力量 真的 那你如果一生兩生三生三世 那基本上那個業力就非常堅固 那個善業非常堅固 你像那個華眼的祖師 華眼的祖師 這個杜順和尚 三生堅持都沒有放過拖道 三輩子 沒有放過拖道 像你如果三輩子都沒有講過忘語 哇 你的口業清淨 那了不起啊 真的 你的話講出來都很有力量 會一語成稱 你也不會隨便亂講 因為你沒有忘語業嘛 那你只要講出來的 大部分會應驗 真的 那大家會很相信 那個力量就不一樣 人家那個話都是進耳朵而已 沒有你直接進到人心裡面 那個是很了不起的 三生沒有講忘語 我們不要說三生啦 我們三天不講忘語 就很受不了啦 但是你要堅持啊 就是要發願啊 如果你那個地方比較弱 你看我們身體哪個地方比較弱 我們就會買保養品 買藥 好好的保養他 保護他對不對 你的心哪一部分比較弱 你現在 法就是要 你就是要保養他 真的 你就要照顧他 覺察他 這個傷眼睛 我眼睛不好我不可以 這個傷血管 我這個血管不好不可以 我這個對血管有幫助 我要多喝一點 一樣哪些法 哪些法 對你的哪些心比較弱的地方 心比較弱的地方 就是容易起煩惱的人士 你就是要保護 你身體哪裏不好 你都會保護啊 天氣冷你就要知道多穿衣服 為什麼 會感冒啊 會生病啊 好 那你在這些 這個就是境界啊 冷熱 那麼你現在 有哪一些會讓你比較 比較這個心裡面 比較會生病的 你要好好保護他 其實我常常覺得 修行沒那麼困難 困難就在於 你不知道怎麼做 做了 你沒有堅持 堅持相續的這樣做 因為一開始做不難 但是持續做 就有一點難 真的 因為會有境界來障礙 看個人的業 看個人的業 所以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就從這些基礎的開始做 學習辟捨權發願 我們不是跟他發一樣的願 因為我們沒有他的錢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比如說來道場 道場需要 如果我有的 那麼我提供 那麼出錢沒有 就出力 出力沒有 那麼你也可以 出錢出力沒有 那麼你可以隨時讚嘆別人 就是能來的你讚嘆他 能做的你讚嘆他 你幫助他 這個也是一樣 那麼其實就是你要從各個地方 從你做得到的開始做 像佛陀也是啊 你要利益一切眾生 從你周圍的開始先利益 你不要講那麼大 你要利益一切眾生 從你周圍的開始利益 從你你要成佛 你要斷煩惱 從你現有的煩惱開始調伏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願發的很大 結果都發空願 發那個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做得到的那一種 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做到 也沒有決定什麼時候要開始做的那一種 沒有 發願不是我成佛的時候 你就開始等成佛 沒有 沒有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因為你做了你才能成佛 因為你做了你才能成佛 而不是等我成佛的時候 我要幫助誰幫助誰 沒有那你成立不了佛 那因為你沒有積功累得嘛 那我們來看 願 這個 世尊聽我進行受供給 這還沒有 他只是我們 因為他前面都有願世尊怎麼樣 我們把它寫起來 願世尊聽我 聽就是允許 聽我 進行受 進行受就是他這一輩子 從現在到我死 進行受 那像我們十五屆就進行受 八觀在這就一日一夜 菩薩界呢 敬未來祭 不是進行受而已喔 從生生世世 直到我成佛為止 之前就不一樣 五屆是進行受 八觀在這屆是一日一夜 從今天到明天 明天這個 明相出來 菩薩界不是 敬未來祭 要發那個敬未來祭 一直到成佛為止 願世尊聽我 就允許 那麼我聽我進行受 進行受怎樣呢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 都是護身的 那麼諸克比丘從遠方來 不知所去 注食 不知所去 因食 他說第一個 諸克比丘 課比丘就是外地來的比丘啦 諸克比丘 從遠方來 他大部分的布施都在生團裡面 都在比丘比丘尼裡面 那像須達多長者 他之前還沒還沒正國以前 他大部分的布施都幫助貧窮的人 所以叫做己孤獨嘛 貧窮孤苦的這些人 那學佛了之後 他仍然繼續做這件事 但是他也有 去護持生團 供養生團 那就不太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 做他能力所及的 做他可以做得到的 做他想做的 那麼你能力所及的 你想做的 都是跟利益眾生 或你成就普提 有關係的 其實是這樣 那麼他是說 諸克比丘從遠方來 不知所去 那麼貧窮他什麼 飲食 貧窮 貧窮 不知所去 知飲食 之死 就是說這些比丘 從遠方來 比如說如果是我 我從 因為他們都是用走的 不是讓我們坐車 要用走的 走到哪裡 要去拖撥 不知道哪裡去拖撥 那麼 他允許所有的比丘 都可以來我這裡拖撥 如果他知道 他 他有他自己的彈性家 就是他有認識的人 他可以直接去他的 認識的人那邊 供養 去用餐 那是沒關係 也不一定要我這裡來 但是如果他沒有地方去 不知道去哪裡拖撥 就他 讓他來我這裡 為什麼這個要經過佛同意 因為這個就是說 所有的比丘 那麼他可以立一個牌子 或是他可以告訴大家 那麼讓大家都知道 那麼多在我這裡 經過佛同意佛允許 那他就可以正式對外公告 對外宣布 那麼如果有課比丘 你就去 你就去誰誰誰那裡 他可以攻擊你 就證明這樣 那所以他就 就要跟佛講 願佛聽 聽允許 他做這件事 那麼第二個 遠行比丘實 第二個就是 聽我 就是說 一個是外地來的 不知道去哪裡拖撥 因為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裡拖撥 那拖不到 時間過了你又不能吃了 時間到了你就不能吃了 所以那就是 像如果我們出去 就要先找一下 哪裡有素食餐天 那如果找不到 那時間過了就不吃了 就不能吃了 你就要等到明天 所以要先看 但是以前沒有素食餐廳 以前沒有素食餐廳 只有什麼 你要去拖撥 那你不是有人家 因為他也不信佛 他不要給你 信佛的也不一定給你 他有固定的 所以有一些找不到 像我們現在有餐廳的 都不一定找得到素食餐廳 所以他要去找 還有一個就是外來的 他人生地不知道 如果我們本地 我們就知道 比如說我們住苗栗 我們就知道苗栗哪裡哪裡有餐廳 要多遠多遠都知道 外來哪裡知道 所以他拖撥 他不知道去哪裡拖 他不知道哪一戶人家是信佛的 住到這裡就知道 他沒住這裡就不知道 所以他可能拖不到飲食 那一天他都要餓 他都要挨餓 他也許從奈丁走過來 已經挨餓兩天了 不一定 所以他就覺得 哎呀這樣 那這些比丘 因為你看他是很附身的 真的是在幽波儀裡面 找不到這麼附身第一的 真的會互念出家人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我們昨天講 那一個出家人到他家拖撥 他的公公不給他 他心裡面就覺得 哎呀這個 尊者我們不要在這裡拖撥 我公公吃的東西不新生 我們你要尊者到其他地方去拖撥 不要在這裡浪費時間 他非常附身 你看 那你常常就覺得 他是遠來的比丘 遠來的比丘 不知道去哪裡拖撥 那麼都來我家 都來我家 由我負責 那麼要遠行的比丘 遠來的跟遠行的就是 從蛇衛城要去外面 要走去 也許要走去王蛇城 也許要走去屁蛇林 不知道 那他如果出門之前沒有拖到波 他可能去到外面就沒有得知了 因為外面沒有像屁蛇屈夫人這樣說 去到那裡有一個固定的居室 專門在供養外來的比丘飲食的沒有啊 所以他先來我這裡吃 你如果要出門 那麼出門你不知道哪裡有拖撥沒有吃 你先來我這裡吃 吃飽了你再出門 由我供養 你不要小看這個 這一天如果有二十個三十個 第一個要忙 第二個要有錢 第三個要有錢 要持續 要持續 你一個月兩個月 他就會造成很多事情了 但是就是說他有專門 要設一個專門的 那麼就讓這些人 他可以蓋一個專門 就比丘在這裡吃 就這樣就這樣 他也不可能去他家吃 那他什麼事要來不知道啊 所以就變成有一個專門的人負責 那這個要很有心 而且他是進行瘦 他壽命又很長 他活到一百二十歲的樣子 壽命又很長 你看 他一直做這件事 他發了願他就做到 然後因為他的福報 他也能做到 那如果說那我發了願 那以後我變窮我做不到沒關係 那就沒關係 那因為我已經做不到了 那也不為你的願 因為我已經做 我在做得到的時候做 但是你能夠比如說 那我已經沒那麼多能力了 我供養不了那麼多的人 那怎麼辦 那就沒辦法了 那個是你想做 但是你已經沒有能力做了 就好像你要去服侍人 可是是你自己的生病 你沒有辦法服侍人 那就沒辦法了 然後比如說我發願 然後只要 像菩薩界裡面就有 在四十里裡面 有講經的你要去聽 那你沒有去聽 就違反菩薩界 那個也是一種願 就表示說我要向上 我一定要知道佛法 但是你已經生病了 那就不行了 那沒辦法了 你都走路走不動 走兩里都走不到了 還走四十里 所以那個也不違願 那個不犯戒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要知道 但是你在你可以的時候 你就發願 那是很好的 那第三個 第三個是 與病比丘死 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個是佛陀當時 比丘吃飯只有兩種 一種叫做硬貢 一種叫做託伯起食 那麼所以他們自己裡面 是不能煮的 也不可以放食物的 寺院裡面是不能放食物的 房間是不能放食物的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沒有比較沒有 我們比較沒有這個 脫波的這一種習慣 印度當時都是脫波的 只有兩種 要不是脫波 就是硬貢 硬貢有兩種 去他家硬貢 他來試院供養 基本上就這樣 如果你不脫波 如果你不脫波 那你就沒得吃 那老的病了怎麼辦 有人幫他脫波 那如果沒有人呢 那沒有人 沒有人跟他送 沒有人給他吃 那沒得吃 他就挨餓 通常是這樣 所以年輕的比丘 他基本上脫波要多一點回來 給那老的比丘 病的比丘吃 基本上是這樣的 我去泰國脫波的時候也是這樣 有一些人他年紀大了 他都沒辦法走了 你要叫他去脫波 他有時候站都站不起來了 所以通常會有兩種 有一個人服侍他的 那有一個人專門負責他飲食的 然後他自己可以吃 就分食物給他 他自己不能吃 你還要餵他 真的 就是這樣 那沒有 寺院沒有在煮的 沒有在煮 也不能放食物的 就是要去脫波 那 大概每天都要去脫波 那麼偶爾有人供養 就不用去 去運供 或是人家送來寺院 那只有 只有節下 節下應該都是下雨 三個月下雨 出去也危險 這三個月都不出去 都是人家送過來 不出去也不出去運供 因為他就不 下大雨 因為淹大水危險 你也不出去運供 也不出去脫波 就是人家送供養來 送到寺院來 供養 就三個月 就三個月 雨季過後又要去脫波了 其實是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在寺院自己住 這個以病比丘死 所以病比丘他肯定不能去脫波 他怎麼辦 奇緣金色看有多少人 那麼病比丘我負責 那負責要怎麼樣 並不是他自己 他自己哪有那麼多時間 他要 因為他有錢 他有一些 有一些傭人 仆人 招待他 你專門 比如說兩個三個 專門負責 專門負責奇緣金色的 或是東元金色的 或是哪一個金色的比丘你 他不是負責奇緣金色而有 他是負責捨未成的比丘 比丘你 他是負責捨未成 不是比丘有還是比丘你 他是負責 這主要是比丘 他是負責捨未成的 好 那麼 這個是四分率說的 那麼這個 第四個 病比丘跟一般的比丘不一樣 一般的比丘只要有得吃就好了 病比丘也要吃 但是病比丘除了吃還要什麼 還要藥 還要藥 那當時的藥也不容易 當時沒有醫院 當時也沒有醫院 以前我們中國也沒有啊 都是什麼 先醫生 醫生來家裡看病人 出外看診的 那麼所以 他也要藥 他也要藥 那在家裡見藥 那麼 所以 以便比丘藥 那我們只要有能力 做一件事就很好了 但是你可以做兩件事就更好 那他能力很強就做很多件 比如說 這裡 比如說所有的藥 我負責 類似像這樣 那麼像 就是你就是要發怨 但是你發怨有時候也會很多人贊助 像我 像我 我們會看自己的弱點 然後你就要發怨 要補強這些弱點 比如說 我講過像我以前比較窮 我們就知道窮是怎麼來的 窮就是第一個牽灘 不捨 第二個就是偷盜 那就會造成你窮 好 那我們不曉得過去怎麼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一次就是 第一個盡量不偷盜 就是可以完全做到不偷盜 然後就是怎麼樣 要能捨 能捨就是不思 就開始要能捨 就要發怨了 好我要行三千山 捨不是捨錢而已 還要捨什麼 就是要捨那個錢灘 然後要怎麼樣 幫助別人 真正利益眾生 然後像 其實我是很會讀書 但是我沒有 我有讀書的 我有讀書的資質 但是沒有讀書的命 我讀到國中畢業就不能讀 就要去做工 我的學歷只有國中而已 但是我讀到國中就不能讀 但是我們那一班 我們那一班 國中那一班 我是讀升學班 我還不願意讀放牛班 那個時候真的有放牛班 就是說 你們年紀大概跟我有的比我大 都知道 那個都有放牛班 放牛班就是 有一些課都是去出坡 都沒有什麼在讀書的 因為他也沒有要升學 以前的高中年考是要考的 但是我算是蠻會讀書的 但是我沒有那個命讀書 我就想 因為凡事都從英國想 我就想 我為什麼沒有人 因為我們那一班只有兩個 四十 我們那一班不知道四十幾個 只有兩個沒有升學 只有兩個沒升學 我是其中一個 那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之所以不足 我們就要想到 這個是葉跟習慣 新造成的 那麼我們就要把它補足 真的 所以我就想 那麼這個一定是我過去 在這一部分做的不好 所以 你自己有所缺憾 你就要怎麼樣 要讓他 在別人身上 你自己有所缺憾 你就是讓別人沒有你這種缺憾 補足你這種缺憾 所以後來像我 像我這個 在服務院讀書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能力 那麼只要 只要你要來讀佛學院的 那麼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生活會 你的基拜會都我負責 就是我幫你完成 就是你要讀佛學院 還是你 你要出去留學的 你法師要出去留學的 那麼 我有能力 那我幫助你 就是我在我們能力範圍內 我盡量幫助你 為什麼 因為我過去就是 我可以讀書 但讀不了書 所以現在如果你有能力讀書 我在我的能力範圍裡面 我盡量幫助你 如果你想來讀書 那我幫助你 如果你要出去讀書 那我幫助你 真的 因為從這裡補足嘛 所以別人的缺憾 你來補足 你自己就沒有缺憾 所以你在這個世間 因為你造成別人什麼 缺憾 你自己未來就會得什麼缺憾 因為你 因為你 你補了別人什麼缺憾 你後來在哪裡就會得到圓滿 所以你看 你布施醫藥 你會得什麼果報 健康長壽的果報 對不對 人家快沒命了 你布施飲食醫藥 救他的命 你就會健康長壽 人家貧窮 你幫助他 過了這個貧窮的關 你就容易得什麼 富有 你看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要好好想 我以前就會這樣想啊 開始學服就知道 因果 相信因果 所以你因為你想想 我自己有什麼不足 兩種嘛 一種就是心理上 比如說煩惱嘛 那你就要克服啊 我一定要克服他 第二種就是 比如說夜報上的 比如說身體不好 那麼像沒有能力讀書 那你就要補足 幫助別人 現有的幫助周遭的人 克服這個困難 要失十二大約也是 都是這一種的啊 你看我看要失十二大約 都是這一種的啊 就是說你周遭有一些人 在受什麼苦 在你的能力範圍裡面 那麼你努力去幫助他離這個苦 那你看那就慢慢慢慢 兩部分你會造成 因為你幫助別人增加知識 你的知識就越來越豐富 那麼你的讀書會很容易 那你越來 我相信這一生 像我也幫助過很多這種 就是說你要去讀書我幫助你 你要來讀書我幫助你 那麼我相信未來 如果還要再考試要讀書 我相信我可以讀上書啦 至少可以讀在高中以上了 至少可以這樣 那之前不行啊 之前每個人都可以讀 一樣窮 但是每個人都可以讀 我們就是不能讀 為什麼 你不要 你不要只怪這一生 你比較倒楣 上天不眷顧你不是 你要知道你前一生 你要不是有障礙別人 要不就是 你曾經造成別人的 你曾經造成別人沒辦法有缺憾 所以你這一生把它補足就好了 所以你看 窮 沒關係 窮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們現在幫助那些窮的人 沒有的讀書 我們自己造成的 我們現在幫助那些想讀書的人 你看就這樣就好啦 真的要發援喔 我也是這樣做上來的耶 真的就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這樣做 我現在才可以站在這裡跟你們講耶 那就是慢慢慢慢 你會發現到福報增加了 那麼學習的機會增加了 真的喔 後來 後來 這個是幫助別人讀書 是從去服演之後才開始的 那麼幫助別人 就是布施這些 就是去服演之前 我就開始這樣做了 那你就開始慢慢做慢慢做 都要發援 都要發援 因為沒有發援你就愛做不做啊 沒有發援你愛做不做 有我就做沒有就算了 不行 你一定要堅持我要這樣做 因為我跟別人不一樣 就好像你身體哪裡比較不好 別人可以不要你要 因為別人沒有這個東西 不會怎麼樣 你沒有這個東西馬上就生病 你要堅持吃藥 要堅持行這個法 藥就是法 法就是藥啊 他補足你的缺陷啊 你這個道理知道的 你就要堅持 就好像 你現在如果有慢性病 那你要堅持 要吃那個心臟病的藥 糖尿病的藥 一樣這些藥 那你現在心裡面 或是你的業力上 有一來一些不足 你要堅持 要行這個法 堅持行這個法 就叫做怨 那 辟捨取沒有這個缺陷 但是他想要更好 後面佛陀會問他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他覺得不夠 他要 在他好的基礎上 再更好 向上 他有向上的心 我不只是要這樣 我還要更好 他要得解脫 所以他要這樣做 他知道得解脫要積累善根 要積累善根啊 這個就是他的善根啊 就是要積累他的福德啊 那他為什麼大力都在出家人身上 因為這些人都是可以向解脫的 他今天幫助很多人 修行沒有障礙 因為沒有得吃 生病都是障礙啊 他今天幫助很多人 去除修行的障礙 那麼給很多人修行的助力 他未來如果出家修行的時候 會不會有障礙 不太會有 如果有障礙 會不會很多人幫他克服 會 你看就是這樣啊 你該給未來的自己鋪路啊 要沒有 你就給自己設下五百障礙啊 我告訴你 你從這裡到那裡 別人用走的就過去了 沒有啊 你還要經過山 還要跳過河 我告訴你 你可多啦 你說一樣都是人差那麼多 沒有 過去一生差很多 有做沒做差很多 人家都在護身 因為他幫助那麼多人修行啊 他未來修行會不會很容易 會很容易 那麼推他的人很多 不用推他都走得很快啦 何況還有人幫後面推 那你不是 你很努力的走 後面有人拉你 讓你走不了 你看 你看看修行是不是怎樣 那如果你發現到 我要修行障礙重重 你要好好反省一下 現在開始 我有沒有障礙別人 現在開始要好好的 隨喜讚嘆要幫助 真的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以前也是這樣 慢慢慢慢走上來 我也是這樣走上來 不是說 我在那邊念佛 拜佛最好 一開始也是這樣 後來發現 不能只是這樣 就開始去研究 那佛到底 佛地址到底是怎麼修 那些祖師大德 到底都怎麼修 真的 我開始研究這個 所以我去浮演的時候 圖書館裡面 所有祖師大德的傳記 我都看 我就去研究 到底這些人都是怎麼修行 可以修到有這個的成就 然後還要看佛地址 佛陀到底是怎麼修行 那你要好好了解這些東西 你不是說把佛的經念一遍 把佛的名號念一遍 對著佛一直拜 然後天天好的蘋果 好的東西供給佛 不是 真正的供養是什麼 如說修行公養 你要知道他們怎麼修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你只要堅持一陣子就好了 真的 願 你看人家都是這樣發願的 好 那麼與併比丘要 那麼併比丘一定有什麼 看病的人 那看病的人 他照顧併比丘 他也不能去脫脖啊 那怎麼辦 要有人給他吃 你看他想得多周到啊 這個人就是有心啊 有心就會考慮到很周到 他現在有心 他就會有力 有心有力 他幫助 你看他後來就幫助很多人 正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就算沒有正國 他也幫助他 向上 他未來 他走路 這個腳好像下面是裝輪子的 用滑的 我們是後面綁磚塊 用脫的 就不一樣啊 那就取決於你之前是什麼 你之前是怎麼做的 因為一切都是一夜而輪迴嘛 那你要好好想這些事喔 你知道的人就知道 我這一生要做些什麼 真的 就非常清楚了 那其實就是日常生活的事而已喔 都是平常的小事而已啊 但是平常的小事 這一些看起來小事 你做得好 那個就跟你的心力有關係 那麼你堅持這樣做 即使別人都不看好你 即使別人冷嘲熱諷 會有喔 會有人冷嘲熱諷喔 有人會嫉妒喔 有人那個眼睛會紅紅的喔 沒關係 堅持這樣 堅持做對的事 就好像你學佛 有人會講你啊 如果說以前我剛吃素的時候 哇 左右鄰居 這裡一張嘴 那裡一張嘴 冷嘲熱諷 那我出家的時候更不得了 你知道嗎 我出家有一天回去 見我媽媽 我媽媽說 我出家一個月內 他不敢去菜市場 為什麼 你就會講 聽說你兒子出家的 那你為什麼讓他出家的 可以講講講講講 你知道嗎 我媽媽都不敢 後來不敢去 他會來跟我講 不管去菜市場 因為我們那邊沒有人出家 你知道嗎 那覺得出家是一種很怪的事 你兒子身體不好 那麼這個賺錢賺不到 娶不到老婆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很多這種啊 那你怎麼去出家 你怎麼可以講 你怎麼 你這個兒子怎麼會 教到怎麼樣 怎樣 他也沒有 他也不知道怎麼回 他也不知道 我要出家也沒有經過他同意啊 他也沒有能力阻止啊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回啊 然後他就越聽越傷心 然後他就越很煩 然後又 後來他一個月沒有去菜市場 我說那你沒有菜市場 那你的菜怎麼辦 吃飯怎麼辦 我說你就沒關係嘛 你就講就給他講嘛 以前我吃素 你愛講就給你講嘛 就給你講到飽嘛 給你講得夠嘛 反正 因為我們說過 因為你不懂 我也不期望你懂 我也不期望你都懂我 也不期望你懂得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會懂 像我出家會跟媽媽 我媽媽這樣講啊 我知道你現在 你不太諒解 但是有一天你會知道 我會讓你知道 現在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出家比較好 所以 但是你要有這個信心啊 你要有這個信心啊 你要有這個信心喔 你自己都沒有信心 那別人講 你就開始 本來做善事別人講 不然我就不要做了 本來發心別人講 那我就不要發心了 那會表示什麼 你沒有願 沒有願 沒有願景 沒有願就很容易改變 就好像那個那個那個船 有一個有一個風帆 那個那個掌舵的 他有一個願景 他就是要往這邊 那風缺這邊了 他馬上調整方向 讓船往這邊走 船就是什麼 我們的心嘛 那麼如果有這種夜風 把你缺到缺偏了 你馬上 我是要往那個方便的 我要哪個方向的 馬上調整 又往那邊走 那麼我們很可能啊 我們修行啊 不管在家出家 真的不管在家出家 常常有夜風在尬你聽嗎 這邊吹那邊吹 夜風煩惱風 你往這邊走 走一走很舒適 忽然這裡正怪風 把你吹到這邊 你要趕快拉回來 雖然很辛苦 但要拉回來 因為你的目的地在那一邊 你不能說 哎呀既然風這樣吹 那就往這邊吧 不行 所以要歸於佛 要堅持向佛學習 除了佛之外 不是我學習的對象 要堅持依法修行 除了佛所說的法之外 才是正確的方法 那麼我不及到其他的方法 堅持向有修有正的佛弟子學習 跟佛弟子同行同願 一直向佛學習 那麼你要這樣堅持啊 這個是要發願的 真的 你們內心要有這個願 要常常這樣想 然後發這個願 當這個願心堅固的時候 那個時候 所有的阻力都不是阻力 你會把阻力化成什麼 阻力 真的 要沒有的話 你的阻力也可能變成你的阻力 那這個是其實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很多人 會退性 或是為什麼很多人 就一直在那邊繞 一直在那邊繞 那其實就是有很多觀念沒有弄清楚 見煩惱跟愛煩惱 觀念上要先釐清 那麼第一步 修行即悟 立願即先 就是要先立願 所以這個講 第四個與病比丘要 第五個 與病比丘與詹病人 與詹病人 就是看病的人 因為病人要有一個看病的人 那麼有時候有些 有一些病人也沒有看病的人 就佛陀有一天 聽到有一個比丘在那邊叫 然後他就走過去 怎麼這個比丘 身體大小便都在那裡 然後很辛苦 那也沒有看病的人 也沒有人去幫他 沒有 我們先把這個寫 與詹病人 死 因為 詹病人就是看病的人 那麼 我們說佛陀有一天 去金色巡視 走啊走啊 就看見 這個比丘生病 在那邊 身影啊 在那邊叫 那麼很苦 然後他就 怎麼這個比丘沒有看病的人嗎 沒有 那這個 佛陀就親自為他 為他把衣服換掉啦 怎麼樣啊 大小便弄掉啦 清理 然後 大家看佛在那邊 就也會過來幫忙嘛 不好意思嘛 然後佛陀就問他 那 你為什麼都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來看呢 因為那其他比丘就會講 因為他 他也問他 說 那麼人家生病的時候 你身體好的時候 你不去看別人 那麼等到你生病的時候 人家生病你都不管別人 等到你生病的時候 人家也不管你啊 通常是這樣 但是我們如果我們要修行就是 我們生病的時候 你不管我 那是你不會想 那麼等到你生病的時候 雖然我生病的時候 你不管我 但是你生病的時候 我要照顧你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不一樣 我會想 那麼基本上要這樣 就是說好 那麼我困難的時候 你不幫助我 但是在你困難的時候 我也會幫助你 並不是說 你不幫助我 所以我也不幫助你 那跟凡父一樣 那你跟他一樣 你不能跟他學 你要跟佛學 你不要說 因為你不幫助我 所以我也不幫助你 那你就跟他一樣 那所以你不幫助我 但是我也會幫助你 我跟你不一樣 我要跟佛一樣 其實是這樣 那麼就是說 我要向佛學習 因為這個是 我幫助你 我有福報 你不幫助我 所以他會感到到 身邊的時候 沒人幫助 他比較自私 那自私就是 你自己照顧自己 但是真正有慈悲心的人 不在乎 就是真正會修行的人 不在乎 你是否曾經幫助過我 真正會修行的人 不在乎 你是否曾經幫助過我 只在意我現在 可不可以幫助到你 那你知道嗎 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們都不是 我們 我們是 我要幫助你的前提是 第一個 你值得我幫助 第二個 你曾經幫助過我 不是這樣 我們要幫 如果是菩薩 真的要 你要激功累得 真正在乎的不是 你曾經幫助過我 如果你曾經幫助過我 那麼更要幫助你 就算你不曾幫助過我 我還是要幫助過你 即使你曾經傷害過我 我也是要幫助你 那你能夠做到這樣 我告訴你 你 你 你成就不遠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心比較無我 你的那個福報會增加很快 你的福報會增加很快 人家那個命是算幾兩的 你是算幾斤的 那不一樣 為什麼 那個心不一樣 真的 人家是幾兩重 好像是八兩多就做皇帝 你是八斤重 做菩薩 菩薩八斤啊 真的 這個不是笑話 這個是真的 那個心不一樣 那個心不一樣 所以 但是老實講 這個也不容易做到 即使是我也不能完全做到 但是我們有一個願景 我要慢慢做到 而且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 我一定要做到 就是你開始有這種 我要朝那個目標努力 如果這樣都做不到 你怎麼成佛我問你 對不對 你怎麼解脫 這個煩惱都 這個小煩惱都斷不了 所以 像這個觀念要先有 這個觀念有的就是 好 那我先做到 即使他曾經傷害過我 在他現在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也會幫忙他 那這個慢慢做到 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 不是 以前我在當兵的時候也是這樣 好 跟我住的那個 實在很會欺負我 很會欺負我 後來 後來他有一次被調到警察地方回來 很可憐 然後拖著很多東西在那邊幫他 我想說 好 我要克服 我要去幫他 我真的去幫他 去幫他了之後 去幫他了之後 兩個人的姻緣就變好了 真的 後來他又跟我吃素 然後我又帶他去出家 真的 這種姻緣就不一樣了 真的喔 他也很感動 因為他曾經欺負過我 我都不計前顯的幫他 在他困難的時候 他很感動 後來他 他這種人後來又吃素 又學佛 又出家 我也很感動 你看 就轉成善緣了 真的真的 這件事情是真的喔 所以你看 我們就是要 你要慢慢做 但老實講 我也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次都做得到 沒有 其實老實講 這件事情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對曾經傷害你的人 還要看傷害深不深喔 還要看傷害深不深 他對我的傷害不是很深 但是 還要看傷害深不深 但是 如果 即使他曾經深深傷害過你 你還是願意幫助他 我告訴你 我跟你鼎鼎 你就是菩薩 真的 這件事情 那不容易喔 不容易 但是你真做得到 你了不起 值得 值得 人家 跟你鼎鼎 誰供養你 誰就有福報 真的喔 那你看看 你是不是 你希不希望做一個 有福報的人 你信不希望這種人 肯定 有福報 肯定 有什麼 有智慧 那你修行不夠就是要修福報 和智慧嗎 不然呢 這種人離圓滿不遠 了不起啊 但是 很慚愧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做到 像他 就是說完全做到這樣 但是 我們現在做不到 並不是因為我們永遠做不到 我們朝著這個步標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也許現在已經有一些人可以做到 我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說 即使我們都做不到 我們一起努力 是不是 是 這很好啊 說不定哪一天你們比我先做到 你來告訴我 我決定跟你頂禮 厲害 因為我做不到的你做到啦 我也要做到 但是 你比我還早做到 你厲害 你厲害 值得我跟你按讚 給你頂禮 給你供養 真的 如果我們要供養 是不是要供養這種人 不管他在家出家 是不是值得供養 是啊 是啊 那你要做一個值得別人供養的人 做一個值得別人讚嘆的人 做一個值得別人學習的人 是不是 是啊 好 我們就往底下看 我們都是從 跟必捨屈學啦 他真的是值得我們學習啊對不對 今天如果他還在 我也會頂禮他 真的 太厲害了 好 我們就往底下看 與朱比丘周 因為周基本上都是早上吃 或是生病的時候吃啊 那麼佛頭曾經允許 所以有時候 現在我們早上都吃周 就是這樣 與朱比丘周 就是每天供養 這是每天喔 每天每月每年一直到他死喔 如果你只是三個月一個月 那個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是每天一直做到他死呢 你誰敢發這個願啊 對不對 他就是敢 那麼主要是要有心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那麼第七個 與朱比丘 與浴衣 我們除了三衣之外 還有雨衣 就是下雨的時候穿的啦 每一個人都有一件喔 好 那麼比丘尼也是 第八個 比丘尼與浴衣 這個很多 就數量很多耶 所謂承擔當時奇緣經社就一千多個人了 還有其他經社的 哇 就很多數量很多 但是他有錢 他有錢 他有錢又捨得 護身第一嘛 你看 那護身第一 與朱比丘尼 與一一 好 那麼這個是八個願 那佛陀曾經問他 說 屁手去啊 那麼你為什麼要這樣發願 如果是五分率 他又多一條 他說 希望佛陀進行說 受我供養 佛陀說這一條不行 我從今之後都受你供養 其他人要供養怎麼辦 佛陀沒事也不接受供養 所以這一條沒有 五分率是 就是發九願 佛陀只許他八願 其他的律都講八願而已 不許的就不說了 那麼 這個 這個佛陀曾經問他 他說 屁手去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 因為 我常常聽佛 跟這個比丘 這個比丘你 那麼 受基 這個比丘正出國 然後這個比丘正樂國 好 那麼我希望有一天 這個佛陀在受盡 某某比丘正果的時候 我心裡面會很歡喜 為什麼 他因為 捨未成所有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捨未成的比丘 如果是 那麼他一定接受過我供養 不是供養飯 不是就供養粥 然後供養魚衣 供養藥 那麼 因為你只要在捨未成 你肯定接受過我的供養 或是你曾經來過捨未成 比如說苗栗 那你只要在苗栗的 苗栗的 或是你住過禁絕院的 那你肯定受過我的供養 假設他的 他的對象 我們把這個所謂 齊眼鏡之後 換成禁絕院 一樣 那麼你肯定受過我供養 那你來過禁絕院 一定受過我供養 你住過禁絕院 一定受過我供養 就像這樣 那佛陀受盡 這個比丘 這個比丘尼亞 正出國惡國 我心裡面就會歡喜 這個人 我供養過 因為我供養過 他的解脫 我有一份的力量在 所以我 我供養的話 是正出國 惡國 三國 你會不會歡喜 你肯定歡喜 對不對 那麼你就說 那我供養福田 那麼所以 所以他說 這個其他的綠點都寫得很多 那這個 這個五分綠寫得比較簡單 說 因為佛陀 只要受盡這個人證果 那麼這個人 如果來過守衛城 來過守衛城 那麼住過守衛城 那麼他肯定接受過我的供養 那麼他的解脫 我就有一分 有一分的力量在裡面 那麼我就會很歡喜 我幫助一個人解脫了 我曾經幫助過 或是我曾經供養過 是我的福田 那麼 所以他說 他說我變身歡喜 爭議善根 我變身歡喜 他就會很歡喜 那麼爭議善根 那麼我們說過 那麼你 你今天幫助別人休閒 未來你的休閒就少障礙 就比較容易 你今天幫助別人解脫 未來你的解脫就比較容易 那麼一樣的道理 那麼所以 所以就好像你幫助別人度過貧窮 你未來就比較不會貧窮 即使 因為你的業讓你貧窮 也會有很多人來幫助你度過貧窮 為什麼 因為你的善業 你的善緣 跟你的善根 所以你基本上就 菩提道上障礙就比較少 這個是 這個是講到佛陀問他 佛陀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如果是像根有力他就說 他就講 一樣 這個是五分率裡面說的 佛陀問他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 因為佛陀常常授機 正出國二國 那麼我聽了就會很歡喜 那麼我會正義善根 那更有力是說 由是因緣必定當得福之盈 那更有力 更有力就是根本說一切有不律 那意思差不多一樣 那就是說 由是因緣 他就回答佛陀 我由這個不思的因緣 由是因緣必定當得 你看 他就是有那個願景 那你要成佛 那麼要先學習佛的什麼 六度四色 必定當得福至圓滿 就是他有成佛的願景 福至圓滿 你看他就是這樣 那 這個是辟捨屈夫人 那麼他發的八大願 那我們跟他學習 我們也看 我們自己可以發什麼願 真的我以前也是發願的 行三千山 然後就是只要有人需要的 那麼我能捨的我一定捨 真的就會有 那也會有境界來考驗你喔 真的 有時候有一些境界 那會讓你會退心 你會退心的 比如說 我舉個例啦 比如說 比如說 我二十 二十二歲 二十三 二十四歲的樣子 去受菩薩界 那菩薩界 菩薩界只有兩 菩薩界重點就是兩個 就是 你有好的 你要跟別人分享 那別人有不好的 你幫助他 你幫助他 就是你幫助他 解決這個痛苦 那麼你自己不好的 你希望別人不要跟你一樣不好 你自己不好 有苦的 你希望別人不要跟你受一樣的苦 別人有苦的 你希望他不要一直受苦 你自己有苦 你希望別人不要跟你一樣受苦 你自己有快樂 你希望別人跟你一樣快樂 那麼你會分享你的快樂 那麼別人想要獲得快樂 你會圓滿讓他獲得快樂 他其實就是這樣 他就是叫做 離苦得樂 就是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慈能與樂 悲能拔苦 那你怎麼樣 用適當的方法 在適當的時機 給他適當的幫助 這個就需要智慧 那其實就是做這兩件事而已 我去受菩薩界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這件事了 大部分人受菩薩界 都是知道菩薩界要吃素 吃素不吃素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是這樣的 好 那我說了菩薩界之後 哇 內心充滿著菩薩的光輝 你知道嗎 真的 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幾歲 我是出家之前就去受菩薩界的 那個時候年輕的菩薩很少 都是老菩薩 不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其他的事 都受菩薩界 不是的 菩薩要年輕菩薩 正有願力 我剛受菩薩界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要點戒八 我現在還有 戒八還有 點戒八 那個時候點了戒八之後 真的好像覺得自己就變形金剛 你知道嗎 變成菩薩這樣 真的 走路就覺得 哇 充滿著菩薩的氣概這樣 然後就開始 開始就要去行菩薩道了耶 然後我就知道菩薩是這樣子 就是 有苦的你要幫忙 我們那個時候就騎摩托車上班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摩托車都還有二行程的 我們騎摩托車上班 騎摩托車上班 我住台南 那叫台南天氣很熱你知道嗎 那騎摩托車上班 常常我有幾種事情 就是 第一個 車壞掉 你要牽車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騎到沒有了 你不知道 那你要牽車 那以前的加油站 沒有現在這麼多 沒有現在這麼多 那那個時候你天氣又很熱 你在路上 那個博物路上牽車 也不知道哪裡有加油站 也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你又有事要做 就很辛苦 那你心裡面很希望有一個人來幫你 但大部分人不會幫你 所以那個時候我受了菩薩戒之後 我就開始發願 以後 因為你現在受的苦 你不希望有人跟你受同樣的苦 菩薩戒就是這樣耶 真的 那我那個時候受菩薩戒的時候 真的我心裡面就覺得 我要行菩薩道 後來就開始 開始覺得 我現在受這種苦 我從此發願 以後只要讓我看見有人牽著摩托車 我一定要幫他 因為我體驗過這個苦 這個是我的親身經歷 但是會有障礙 我就開始 只要讓我看見有人騎摩托車 牽著摩托車 壞掉在路上騎 因為我感受過這個苦 我不希望其他的人跟我受同樣的苦 所以 我牽了很久 我牽到滿頭大 還不知道牽去哪裡啊 真的 那個是沒有 沒有有 然後就牽了 後來牽到加油站 腳又很痠 你又不能放個車不管 你又要推著走 又不知道推到哪裡去 就一面走 一面走 走了很久之後 走一個多小時 好一點的要走半個小時 有時候是輪胎破 有時候是壞掉 還是怎麼樣 不管 但是大部分是沒有油 那我自從發了這個願之後 要發願 要發願 我一定要做到 以後只要給我看見 我一定要幫助他 那麼所以你就要怎麼樣 後來我就 為了要幫助 為了要幫助人 所以我車常常加滿油 會提醒自己嗎 然後 車裡面放一個 放一個類似 汽水的那個寶特瓶 以前沒有那麼多 有可樂嘛 那汽水的寶特瓶 大一點的放一個 然後 然後放一個那個 有一種抽油的你知道嗎 然後 那個稀有的 紅稀的會把你的油抽到別人的 放一個那個 就放著 然後 你知道不知道過了幾天 我真的看見 一個停過多車的人 好高興喔 就在前車的人 不是因為他前車受苦 我很高興 是我 我可以行菩薩道了 你知道那個多高興嗎 真的 但是還沒有 我告訴你會退心 慢慢的 我講 我講這個就是怎麼發願 那你要去醒的時候 哎呀 你看見 趕快去幫忙 因為你會很在意這件事 我知道這種苦 我體驗過這種苦 然後我就停下來 那我記得那個第一次幫助 是一個 一個年輕的小小伙子 男重 然後 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先問他 我先問他 你是車壞掉還是沒有油 他說是沒有油 好 我說你加的是什麼油 如果跟我一樣 我就把我的油加給他 因為我為了幫助人 我隨時加滿油啊 那我就把我的油抽給他 如果跟我不一樣的油 如果跟我不一樣的 我告訴你 你車放這裡 我載你去加油 有一個寶特瓶嗎 加滿的油 你來放著 我再載你回來 你再騎去加油 那一開始 他有一點點不可思議 怎麼有這麼好的人 你不要騙我的嘛 我說我不會騙你 你要死拿著 真的 他一開始會懷疑你 你不要退心 你不要退心 他想想 因為他的車也沒有很好嘛 差不多嘛 好 我就載他去 有一些是我 我加給他 我抽給他 但是那一次 第一次他好像他的油 跟我的不一樣 我就載他去加油 我知道哪裡有加油站啊 我為了幫助人 已經知道哪裡哪裡有加油站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有心嘛 像這個屁捨權也是有心 他知道哪些人需要幫忙 哪些人幫忙 他會特別注意 有心跟沒有心不一樣喔 真的 好 那你就 你就去 載他去加油 加油回來 他就很感謝 一點感謝 我告訴你 我更感謝他 真的 你如果真的可以照菩薩道 你會很感謝這個人喔 受你幫助的人 真的 你會覺得哇 那個時候走路 走路不是有光而已 還有風啊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會覺得 哇 原來能夠一願而行 是這麼快樂 這麼滿足 真的 你那個那種感覺很奇妙 比重樂透還高興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哇 好 那你會堅持喔 你會堅持 但是 有一次 有一次 那個男重是沒問題嘛 女重就有問題啦 我告訴你 他會覺得 嗯 欸 他死都不願意 你就會很挫折你知道嗎 啊 如果他年紀大一點還沒關係 他又年輕你就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而且他會很懷疑 他會非常懷疑你對他有企圖 我沒對你沒有企圖 我只是要行菩薩道而已 但是他不 他他哪裡會跟你講 因為他們沒有學佛嗎 我告訴你那個是 那種挫折喔 那種挫折是非常挫折的 就是說 你一直想幫助他 但是他一直覺得 你要傷害他 你一直想幫助他 他一直肯定的認為 你要傷害他 那麼你就會很難過很難過 你開始會想 後來從那一次以後 只要是年輕的我都不幫助 為什麼 你避免受傷害嗎 對不對 開始會這樣 你的菩薩道就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那就開始這樣 所以會退心 會退心 還有一次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實際上發怨的過程 會退心 不容易 一開始很歡喜 一開始因為你能夠得償所怨 非常歡喜 真的那個歡喜不知道怎麼說 還有一次 因為我 那個是我行菩薩道 我要菩薩 就是受了菩薩戒嗎 受了菩薩戒 就是 主要就是要行菩薩道 不是吃素而已 不是啊 不是這樣 就是要行菩薩道 菩薩道就是 讓眾生離苦得樂 就這樣 你自己有的苦 不希望眾生跟你受同樣的苦 眾生再受的苦 你不希望 你想辦法幫他解除 自己有的快樂 希望可以跟鄭雙分享 眾生希望的快樂 你先盡量幫他完成 他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但是不容易 你都會遇到境界 比如說好 我們騎摩托車對不對 我在台南上班 那騎摩托車 那摩托車 常常你會看見什麼 路上有那個貓啊 狗啊被壓死對不對 或是受傷對不對 那你就要去幫助他啊 你要想要去幫助他啊 那你會覺得 哎呀眾生 那麼這隻貓 我第一次我記得 我是看見一隻貓 那受了菩薩界 我告訴你 你有心喔 你有心要行菩薩道 那個心會不一樣 你會很在意眾生有沒有受苦 那你能不能提供他幫助 真的那個菩薩道那個 那個那個菩提心喔 菩提心你大悲心為根本嘛 你那個一直在燃燒一直在燃燒 就一直在運作 那你會就真的是 你好像一個精頂電池 充滿電 那你就是要去發光要去發熱喔 那是我那時候的感覺啦 那時候就看見騎摩托車 看見一隻貓 被壓死的肉都在裡面 那騎摩托車你知道 你知道路上騎摩托車 那時候我要去上班 那以前都是八點上班啊 那七點多我們家到那個上班那個地方 大概半個小時 那我們大概都是七點多 那有時候是半路遇見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遇見那隻貓 被壓在路上 那我們騎過去的時候就會壓 因為他已經死了 但是你還是會閃啊對不對 你看見路上有一隻隻貓 你一定會閃 那閃很容易發生車禍你知道嗎 因為旁邊也有車啊 那你不閃 你要直接壓過去 你又覺得第一個他也髒 第二個就是你也不忍心 我心裡就在想 那隻貓如果沒有人把他移掉 他就一直被壓一直被壓一直被壓 他也許還一直在受苦 那麼後面的人 像我們就騎的時候就會覺得 這個要閃一下 就可能發生車禍也很危險 人也危險 貓也痛苦 所以我們就說好 開始又發院了喔 真的 以後只要讓我看見貓跟狗 都是貓跟狗 其他動物很少 那麼我一定要幫助他 如果他生病了 受傷沒有死 我就幫助他去看醫生 如果他死了 我至少要把屍體移到旁邊 不要被後面的人一直壓 那時候會想 如果我有一天車禍在那邊 躺在那裡 沒有人管我 一直有人從我身上壓過去 我也很辛苦啊 我真的就這樣想 後來我就想 好 又開始發院 從今以後 我沒有說進行瘦 沒有那麼厲害 我說從今以後 只要讓我看見 我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 我就把他移到旁邊 至少再移到旁邊 不會讓那車壓來壓去 那麼如果有能力 死了我就拿去買 有時間嗎 因為你在上班 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 那麼你也不可能 騎著一條摩托車 載著一隻死貓死狗 去客戶家去哪裡 不可能啊 所以如果有時間 那麼我就載他去看醫生 如果是下班的時間 那就沒關係啊 如果上班的時間 他肯定不行啊 如果沒有時間 死了 我就把他移到旁邊 不會被人家壓 如果沒有死 如果死了 我就把他移到旁邊 沒有死 我也是移到旁邊 讓他就是盡量把他讓他去救 他沒有辦法救就沒辦法了 反正就是盡量處理這種事情 那你知道嗎 第一次遇見也是很高興 哇可以幫助 幫助這些貓狗 就開始 那第一次 那一隻我記得 那一隻已經死掉了 那個長度都流出來 那因為我們發願嘛 就是要幫助他移 但是才發現到說 哇我這個手如果沾滿血 等一下去公司怎麼辦 但是又怕髒 其實也還會害怕老實講 那時候還怕就想要拉 但是都是突破長流啊 你又不曉得從哪裡下手 就盡量拉到沒有血的地方 就這樣拉拉拉拉拉 後來就覺得這樣好像很嫌棄他 又覺得自己這樣很 很沒不慈悲啦 然後那個時候想辦法去外面 找一個竹子啊 樹枝啊 還是塑膠袋 就拖著拉拉拉拉 後來我就覺得 哎呀我這樣好像很嫌棄他 他會不會怪我啊這樣 真的我那時候這樣想喔 我就我就後來說好 有一陣子我都是帶著塑膠袋 所以我車裡面喔 有那個保特瓶 有那個有那個稀有的 還有一個塑膠袋 塑膠袋後來那個是後來的 舊貓這個是第二個院 那麼就放一個塑膠袋 然後 只要那隻貓已經 已經刀破藏有了我就帶上塑膠袋 我不會染上血嘛 然後就 然後就算他沒有刀破藏 我覺得 接觸那個死貓死動物 也會有病菌啊什麼 就會嫌棄他 就 就開始把他拖到旁邊 或怎麼樣 然後完了就把塑膠袋弄一弄 然後他才去丟這樣 然後 但是後來我又覺得 啊這樣好像不慈悲 後來我就塑膠袋都沒有用 我就直接就是我們要把慈悲心拿出來 就直接把它處理處理 然後想辦法用衛生紙啊擦一擦一擦 不要好像他很髒他 他很怎麼樣 那麼好像 好像他已經很可憐了 你還要再嫌棄他這樣 那個時候真的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發福提心啊真的 但是 沒有多久也退心了 為什麼呢 這個事情 一開始我就跟大家講 行菩薩道 行菩薩道你會很歡喜 但是你如果沒有願 堅持不了多久 因為會有境界 那有一次我又上班 我一直上班 然後就挖山路上又 因為那時候我正在上班 路上 因為我們有事要做 我們不可能帶著貓到處跑 再去挖 我常常去那個墓地 我知道哪有墓地嘛 那死了我就帶去挖 挖馬仔在那裡面 但是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台南市啊不是那種 像苗栗縣還比較好一點 但市區也沒辦法 沒有辦法 那時候很鸛遠 所以有時候就直接拖到旁邊就好了 那有一次 有一次我就把 因為我看見貓了 沒有人管嘛 我就一定會停下來 那有時候路要看有沒有車 就把他拖到旁邊 一拖到旁邊 就被那個店家罵 說我把死貓瘋在他家前面 不是啊 不是啊 他一定堅持要我把他載走啊 沒有我說這就是你前面死掉的 那個我只是把他拖到旁邊而已 因為那個後來那個環保局啊 什麼都會來收嘛 還是其他人會處理嘛 因為我沒有時間處理那個 真的 那麼後來就 後來就有一些權力 然後後來就要看情況啊 如果在 像那種店家前面的 如果 會被人家誤會或 他一定要堅持你把他帶走 你就很麻煩啊 你就很麻煩 因為你等一下要去哪裡哪裡 你不可能帶著那隻貓 你要帶去哪裡 那你又要放在別人的家嗎 那不行啊 可是他就在他前面壓死的 我就把他拉到旁邊 不要再被壓而已啊 但是他就堅持那個是你拿來放的 你要給我再走 那你要怎麼辦 後來又又開始就是 只要在店家前面的 我們都不管 就開始菩薩院就會開始 會退啊 真的 那這種事很常見的喔 那還會有其他人 後來就慢慢慢慢 就是他會讓他會讓你沒有辦法堅持喔 那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 那個因為我們家到公司大概半個小時嘛 我騎摩托車 我又看見一隻狗被撞傷而已 沒有死也沒有杜柏昌 就被撞傷在路中間 躺在路中間這樣 這樣不動一動不動 我看他沒有死 但是我騎過去的時候 看見一隻狗躺在路上 我自然而然 因為我已經趕時間了你知道嗎 半個小時 那個時候我已經比較慢出來了 那你知道以前上班都有那種全勤獎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個月齁 一個月都沒有遲到 沒有請假 有全勤獎 我記得是一千塊 那時候一千塊很多了 三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已經快月底了 我已經快要拿到全勤了 可是就在月底之前 有一隻狗 那天又比較慢出門 時間快來不及了 我就看見那隻狗躺在那裡 但是他沒有受傷 但是我就覺得他躺在路上 是不是被撞了 那麼我們因為 發願做這種事嘛 看見那隻狗在那裡 自然而然會停下來 但是因為我們心裡面有想到 我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我一千塊快沒有了 對於窮人來講 我告訴你 一千塊是很多的耶 對不對 你又覺得 你又覺得 你自然會放慢下來喔 我要不要救他 一救他 我可能全勤獎就沒有了 不救他 他可能會沒命 他沒有受傷 但是我又覺得 那個時候你就在掙扎喔 真的就是掙扎 然後你就慢慢騎 本來時速要趕快嘛 本來時速60的話 就變成30 就想 要不要救 要不要救 那你心裡面就講 不救他 救他 就很快 轉得很快 然後就覺得 後來決定 後來就開始決定 慢慢騎慢慢騎說 他沒有受傷 他等一下就會好了 後面會有人救他 後面會有人救他 就可以這樣想 因為你要趕著去嘛 就騎到100公尺而已 100公尺而已喔 後面也沒有車喔 我就想說不行 我發了怨了 這樣我良心過意不去 我又回頭看 那隻狗不見了 我就覺得 這次考試不及格 一定是菩薩來考我的 那個時候 哇很深刻 那隻狗就躺在那裡 而且 我就走100公尺而已 我馬上折回來 那隻狗不見了 他跑去那 我說 那一定是菩薩來考試 這次考不及格 沒辦法 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很容易 我告訴你 你會 你會在那邊拉扯 掙扎 但是 你發了怨 你只要發了怨 你比較有力量 真的 雖然也會退心啦 老實講 後來 後來很多因緣 特別奇怪 特別奇怪就是 你沒有發怨 這種事 偶爾出現 你一發怨 就常常見 我還沒發怨的時候 頂多一個禮拜 看見一隻死貓死狗厲害了 自從我發怨 只要我看見 我就要做 一天至少有兩次 真的 我就覺得 那是怎麼樣 專門跟我做對 是嗎 就是讓你看 我就看 你看 後來我看見那個經典裡面 有的人發了菩薩願 那個天人會來試驗他 有沒有 真的真的就是有這種事 你能不能堅持 我很常規 我沒有辦法堅持 但是 我告訴大家 就是 那個怨力還是有的 真的 這是我的過程 以前我 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 所以我也知道 發怨很重要 很有力量 那即使你曾經推過去 我告訴你 他還是有力量 他還是深刻 真的 那未來你在發怨的時候 他又會起來 因為你曾經這麼深刻的感受過 所以假設 你們這邊有沒有人做菩薩界的 沒有的要去守 要行菩薩道 受菩薩界 跟吃素不吃素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要 離苦拔 離苦得樂 就是幫助眾生 你不斷的 你因為我是受菩薩界的人 菩薩界就是菩薩願 一樣 八觀哉界是解脫願 五界是人天願 其實是這樣的 那真上身心 出離心 菩薩 菩薩 其實就是這樣 菩薩願 出離願 真上願 其實是這樣 你受了之後 你常常會告訴自己 我在佛前發過願 你是跟佛受的嗎 你的介事是誰 釋迦摩尼佛 跟你受見的是誰 釋迦摩尼佛 你在釋迦摩尼佛文面前發過願 我要跟釋迦摩尼佛文學習 我要行菩薩道 你那個願非常有力量 我受過菩薩界我知道 我受菩薩界點戒啪樂的時候 我就在想眾生的苦 比我這個苦太多 略流滿面的 那個時候很感動 那個身心有一種 好像被電的感覺 真的 後來我那個非常有力量 所以我才非常有力量行菩薩道 但是我的善言跟善業不多 所以幾次之後 沖了幾次之後 頭破血流都會退心 但是沒有多久 你會覺得 我還要繼續做 又再一次 這是一個過程 如果你的福報大 你的善根深厚 你可能就一直行菩薩道 那大部分的人是 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那我這種是 善根沒那麼深厚 善源沒那麼多 善業沒那麼重的 所以 進了兩公尺 退了三公尺 又進三公尺 又退兩公尺就這樣 這是我的過程 那每一個人的過程 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 但是 都是要發願 所以叫做修行職務 立願居先 那麼 他是這樣的 修行職務 立願居先 就是要立願 所以我告訴大家 就是 你們可以發一個 你們自己做得到的願 立願居先 三規一是一種願 五戒是一種願 五戒是一種願 八戒是一種願 菩薩戒是一種願 菩薩獻是一種願 那菩薩獻是敬未來祭 那 這個是我們講 辟舍區的 辟舍區的 好 這個是第四年 我們要來看這個 第四年 這個 齊遠金色 佛陀 射受這個 須達陀長者 蓋了齊遠金色 那 第五年 現在我們要講第五年 第五年 金患王生病 那麼 他要回鄉省清 那 回鄉省清 回去的時候 渡了兩個人 渡了兩個人 主要 主要渡兩個人 一個是 蘭陀 一個是羅侯羅 有的說第六年 有的說第五年 那我們就講 第六年好了 那 回鄉省清 那金患王生病 那麼 希望 能夠在 死之前 見佛陀一面 因為佛陀從二十九歲 出家 就沒有再回家過 一直到他成佛 都沒有回家過 那麼 成佛之後 第六年 金患王生病 那麼派人來講 來 希望佛陀回去 他也蓋了一個金色 在 在這個 加皮羅惟國 蓋了一個金色 那麼要 讓佛陀可以住的 佛弟子可以住的 那 佛陀後來回去 那個金色 那個金色叫 叫 叫尼姬綠園 尼姬綠園 好像是龍樹園 那 那 這個回去的時候 佛陀帶領著 那個時候已經有一千兩百五十個地址了 一千三四百個人 已經超過了 因為 捨立 就 渡 耶蛇 四友 還有他的親友 五十五個人 後來渡 佳瞻眼 富羅那 索皮爺 三個人 渡 舍利佛 募建連 兩百五十個人 所以大概有一千三百多個人 然後 長水仲有一千兩百五十個 其他他們都叫他們走一條路去 去渡眾生 第六年 回鄉審親 金萬王生病 在那一年 可能沒多久 金萬王就死掉了 那麼回鄉審親 替他 就是 回去的時候 為他 為金萬王說法 金萬王也證出國 那麼 也有的說 三次說法 金萬王證三國 有的說 證阿羅漢 他們就很多種說法 但是至少證出國 金萬王也證出國 佛陀的父親證國 母親即使往生了 也證國 他的養母證國 他的兒子證國 他的太太耶穌陀羅也證國 他的很多堂兄弟 大部分 大部分的堂兄弟 都證國 那麼 所以 佛陀就是他 他一個人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一直出家 九足升天 就是 你一個人影響那麼多人 並不是說 你出家 你的家人都會升天 不是 而是你出家了之後 你影響了你的家人 你出家了之後 你有修行 你知道怎麼修行 你影響他 也告訴他們 讓他們知道怎麼修行 他們 他們自己的修行 得解脫 得升天的 並不是因為 你出家的功德 讓他升天 不是喔 不是這樣喔 我們不是說一個人出家 九足就升天 那只要我有一個兒子出家 我就會升天 那就好啦 我多生幾個讓他去出家就好了 那就怎麼樣 我就不用修行啦 不是這樣 而是這個人 這個人的修行 影響了你 影響了他周遭的人 那越有能力的人 他影響的範圍越大 就是這樣 那佛陀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他不但影響 影響他的親人 然後也可以影響他的仇人 也可以影響他周遭不認識的人 他的影響範圍是很大的 擴大的 那但是一個人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觀念 你的修行 可以影響你周圍的人 讓他們也能夠 因為你是這樣修行 得到殊勝的 得到福報得到智慧的 你也讓他們知道 知道這個道理 也讓他們知道要怎麼修行 也幫助他們修行 讓他們也可以得到你所得到的 那麼這個就是 一直出家九足升天 就是說你一個人 可以影響你的周遭 跟你有關係沒關係的人 其實是這樣 那有關係的人 比較容易受影響 所以有一些父母 即使一開始反對他的父母 他的兒子兒女出家 但是他兒女出家 後來好了 他就會開始認同出家了 然後認同出家這件事 也一樣 即使一開始對出家沒有好感 但是因為他兒女也出家 他至少不會對出家人這麼反感 也是這個就是影響 那像金范王 金范王對於釋迦佛出家這件事 一直很不諒解 他的太太也很不諒解他 金范王甚至曾經怨恨過佛陀 拋棄他們 所以他也曾經 要所有加比羅伊哥的人 都不能去供養佛陀 就是說不能去追隨他 但是後來他也改變了 金范王生病的時候 佛陀 佛陀為他說法 他也證過 就是你要先讓他歡喜 那你要讓他歡喜就是 你要對他好 你要影響他 要改變他的觀念 要改變他的行為 那麼這樣他因為觀念跟行為改變 我們的煩惱比較多了 就是觀念跟行為 因為他的觀念行為改變 他就自己可以得到利益 那麼他之所以能夠得到這種升天 或是得到解脫的殊勝 是來自於你的因緣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你以你自己的力量 那麼幫助你周遭其他跟你有緣的人 有緣比較容易得度 沒緣就比較不容易 那佛陀 金范王生病 佛陀第六年回去 幫助他的父親 幫助他的父親 證過 那第七年就上道立天 幫助他的母親證過 那麼第六年回去的時候 他回家的時候 除了幫助金范王正出國之外 那麼他還度了兩個人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哪裡啊 在這個加皮羅國的時候 回鄉的時候 一個是一個最早的 最早跟佛陀出家的兄弟裡面 一個是難陀 一個是羅霍羅 蘭陀出家 是因為看見佛陀的三十二項 蘭陀出家 不是為了要解脫喔 他是因為 哇 佛陀好莊嚴 被他迷住了你知道嗎 蘭陀也很莊嚴喔 蘭陀有幾項 三十項 蘭陀有三十項啊 你看 這個佛陀有三十二項 蘭陀看見佛陀 目不轉瞬啊 就是 自然就跟著佛陀走 蘭陀的太太非常漂亮 蘭陀的太太非常漂亮 她很怕 她很怕蘭陀跟著佛陀出家去 所以佛陀回來的時候 很多人 因為佛陀在 佛陀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他們那一群唐兄弟 唐兄弟裡面 是 跟提伯達多都是他們的王 就是 他是領導者 所以很多人都跟著 跟著喬達摩 跟著佛陀 因為佛陀 既聰明又能力又慈悲 很多的唐兄弟都跟著他 所以他那個時候 在唐兄弟裡面 他就是領導者 你知道領頭者 我們叫做領頭羊 真的是 真的是 叫做領群 那領群都後來變成不好的意思 其實就是 他是領頭羊 他是帶領的 他去出家了 大家都 因為假設 有這麼一個人 他出家你也很懷念他 他回來了 你會不會去找他 肯定會 肯定會 所以很多人都來找他 很多人都來看他 而且聽說他又成佛了 所以他的唐兄弟 很多人都來 都圍著過來 那 難陀的太太 知道佛陀回來 那 難陀跟他太太講 難陀也剛結婚不久 那太太 他太太很怕 很怕這個難陀 也跟著佛陀去出家 因為佛陀去出家 難陀的太太太太 nou 所以呢 我沒想出家 因為南陀本身也不想出家 他太太那麼漂亮 他家過那麼好 他本來是不想出家的 他就說 我不會去出家的 我只是去看一下他 我就回來了 我去供養一下他 就回來了 他太太說 不行 你不要去 他就好說 他說 你就要記得 看一下就要馬上回來了 東西給他就要回來了 因為他實際上 南陀實際上也沒有要出家的 那麼後來 後來佛陀 他看了一下 出彌柱 他就看著佛陀 佛陀的三十二項 我們沒看過不知道 但是 假設這個人非常的莊严 那你一定會 哇 因為你本身是非常莊严的人 看見比你莊严的人 你會很色瘦 就好像 你那個聲音很好的人 看見 哇 有人聲音這麼乾淨 你也會很色瘦 像我們這種 好跟壞聲音聽不出來 我們叫做五陰不全的人 那麼 你好聽不好聽 我們就比較不會那麼色瘦 那很讚 一樣喔 像你很會煮菜的人 看見比你更會煮菜的人 你就會怎麼樣 很色瘦 一樣的道理 他那麼莊严 他有三十項 他就看見佛陀 哇 佛陀好莊严 他就自然而然就跟著佛陀走 他就跟著佛陀回去了 他已經忘記他太太了 真的 然後就這樣 我們先講爛陀這個故事 爛陀就這樣 他跟他太太答應好 他已經忘記了 為什麼 因為他心裡面只有佛陀 就跟著佛陀走 他其實也不是要出家的 但是他就跟著佛陀 就跟著佛陀回去了 他就這樣出家了 佛陀就說 你出家 他就出家了 他就出家了 其實有些人出家 他也不是真的有時候出家 但是他就出家了 但這種有時候姻緣很難說了 我記得我去佛陀 我去佛陀要出家的時候 我還沒去佛陀之前 我就想出家了 而且我已經兩次短期出家了 南傳的對北傳的 但是我去佛陀才知道 有的人 我說我問我們同學嘛 你怎麼會來出家 你怎麼會來讀書出家 沒有啊 我本來不是要來的 我只是載同學來 然後那個報名就說 你也可以來啊 我就跟著來啊 就這樣啊 就出家了啊 我也不知道啊 蛤 你跟爛陀一樣 人家都是 人家是已經知道哪些道場 像我宿舊之前 我已經研究過了 有哪裡的道場 哪裡的道場 我以前都是去道場而已 哪裡的道場 我已經知道什麼什麼 為什麼要出家 要去哪裡出家 我已經大概研究過了 竟然有人是 就跟著來 然後人家叫他留下來 他就留下來了 就這樣 我說啊 這樣也可以喔 就真的是這樣的 但是因緣不一樣 那爛陀也是這樣 爛陀沒有要出家 然後他就看著佛陀莊眼 就跟著佛陀 那佛陀就說 那你來出家 他就好就跟著去 他太太他已經忘記了 但其實他是很愛太太太的 所以 他因為他不是真的要處理的 但是因為他也善根深厚 所以他真的回到了這個 齊遠近世的時候 沒有多久 他就覺得出家很無聊 你知道嗎 就開始想誰 想他太太了 他太太現在不知道在家裡面 哭到什麼樣子 不知道了 耶穌陀羅也是哭到很厲害 其實金萬王也是哭到很厲害 但是他那時候想他太太 天天想他太太 天天想他太太 那佛陀就知道了 這故事也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這個佛陀也知道 知道這個爛陀 心裡面在想他太太 想要回家 但是又不好意思講 你知道嗎 就是修行 他沒有興趣修行 他太太那麼漂亮 因為他又年輕 他家裡又有錢 他們都是差地立足的 爛陀是誰的兒子 大愛道 就是他的養母 佛陀的養母 大愛道的兒子 他也是王主的 他心裡面就想著他太太 佛陀知道了 佛陀知道了 就有一天 那麼帶他 帶他去看那個 帶他去看那個猴子母猴 那麼他就跟他說 那個猴子也是為了 為了那個母猴會打架 會怎麼樣 他就說 你看是這個母猴漂亮 還是你太太漂亮 當然我太太漂亮啊 那個猴子那個母猴 但是你要知道 在那個公猴的眼裡 母猴比較漂亮 對不對 在公猴的眼裡 你太太那麼漂亮 給他他不要 他要母猴 就是夜報的問題嘛 在公猴的眼裡 母猴遠遠比你的太太漂亮 在你的眼裡 在你的眼裡 你的太太比母猴漂亮 好 他說母猴漂亮 還是你太太漂亮 這還用問 當然我太太漂亮啊 那個母猴 拜託 那哪能看 那就是 類似像這樣 好 那佛妥就說好 佛妥就帶她到天上去 那個天女 你知道多漂亮嗎 好 他就說 佛妥用神通 讓她去看見那個天女 帶她到天上去 哇 那麼多天女 他已經忘記他太太了 你知道嗎 他就當時看著天女 佛妥就問他 你看看這些天女漂亮 還是你太太漂亮 那當然 當然是天女漂亮 我的天 我的太太就像母猴一樣 那這個是夜報史然 這個自然的天女 我也沒看過 但是天女肯定是很漂亮的 因為那個夜不一樣 就像你如果是公猴的夜 你就看見母猴漂亮 一樣的道理 但是天人 天人的那個形態 基本上是比較莊嚴的 就那個色身不一樣 那他就帶她去天上 他說 那 其實讓她做比較啊 讓她知道這個是夜報差別 他說 天人漂亮 還是你太太漂亮 哇 這是天人漂亮 他就看見很多天人都有 然後他就看 佛妥帶她到天上這樣走一圈 他就看見很多天人都有那個 很多天人 天 道理天有男有女 那很多的天女 旁邊都有一個天子 圍繞著很多天子 那麼有很多天女 非常漂亮的天女 沒有人 大家坐在那邊 大部分都有 只有一個一個沒有 他就很奇怪 他就問佛妥 為什麼其他的天女都圍繞著那個天子 天子 為什麼這裡的天女沒有天子 他說這裡的天女在等一個人 等誰 因為人間 他沒有問佛妥 他問那旁邊的天女 他問那個旁邊的那個天人 他說為什麼我看走路 一路過來 看見所有的天女都圍著天子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 你們 問那邊的天女 那邊的天人 為什麼你們沒有天子 那你們在這邊等什麼 他說我們 哇 你不知道 這個 這個佛陀有一個弟子 叫難陀 他不知道他就是難陀 那就跟他講 他說佛陀有一個弟子難陀 他出家修行 那麼他會有果報 我們都是等他往生的時候來服侍他的 他出家修行的功德 他未來會升到道立天 那麼我們這些人全部是在等他的 天人可以活幾千人 人間一下子他幾天就到了 我們是在等他的 那個難陀一天啊 可高興啊 哇 原來出家有這麼大的功德 啊 那 那麼多天女那麼殊勝在等他 他還會 他還會掛愛著家裡有一個 家裡有一個人在等他嗎 會不會 不會 你看 所以你千萬不要太相信愛情 那你看喔 你看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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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啊 可用功啊 因為 他不是 他以前回來的時候悶悶不樂 是因為 家裡有一個很漂亮的太太在等他 所以他一直想要回去 現在他一想到 我只要好好在這裡 用功 那麼 天上就有很多天女等我 不是一個呢 是很多個 都在等他 那麼 他心裡面可用功啦 可是這種用功是 清淨不清淨 不清淨 雜染的 佛陀知道了 佛陀知道了 你這樣用功下去喔 你是可以升天 但是未來 你升天完之後會怎麼樣 胡霸王會怎麼樣 會墮落 胡霸想完就墮落了 這叫雜染業有肉業嘛 那這個不是出家的目的 出家的目的 是要成就五肉善業 所以佛陀就知道了 就給他修 給他用功 用功了一陣子 就有一天帶他到地獄裡面去 這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這種故事啦 那這個跟我們修行也是一樣喔 我們修行有時候也是會這樣 有這種心態 那麼他就 他就 他就帶他到地獄去 第一看很多那種苦行 刀山啊 油鍋啦 那他就看觀那個 就帶他去看 那他看見很多 很多人在受苦 為什麼會受苦 因為有惡業 他就看見很多油鍋裡面 都有人 都有人啊 都有人在油鍋裡面受苦嘛 但是有一個油鍋裡面 那個油在熱沒有人 他就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油鍋沒人 他就問旁邊那些鬼族啊 你這個油鍋裡面沒人 你到底 因為不是都要受刑都要受苦的嗎 那你沒人 你這個油鍋給他那麼熱幹什麼 他說你不知道 這個人 這個人間 有一個 有一個佛弟子 叫爛陀 那麼他努力修行 他會升天 他升天完之後 就會從天上掉下來 還會掉到油鍋裡面來 我們在等他 他一天 他一天 這一下子 嚇出一身冷汗 他不 他就不太敢怎麼樣 不敢講 又期望可以升天了 因為福報享盡 你如果沒有善業 你只是享福 福會享盡的 福會享盡的 那個叫做有肉業 那麼你一定要修無肉業 就是說 這些才是長遠的 所以佛陀有一天也跟波斯尼王說 說國王啊 你不要以為你修了很多福報 你看他三個月供養齊元金色 一千多個阿羅漢 三個月 那福報多大 真的 只要讓一天給我供養就好了 我死都瞑目 那麼他供養三個月 你看福報多大 他就很滿足啊 我功德圓滿 佛陀馬上跟他講 國王啊 你不要講你的功德圓滿 我告訴你 我過去修的比你多 做過什麼王 做過我什麼 擁有多少多少 現在想完了什麼都沒有 想不完的業是什麼業 解脫業 無漏業 有漏業都是想的完的啦 完了就沒有了啦 時間過得很快啊 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擁有的一直擁有 沒有啊 你一定要求解脫 這個才是根本 你看 就是這樣啊 所以後來他又跟 爛陀知道了 又嚇出一聲人啊 佛陀帶他回來 他就開始專心修行 沒有多久也正阿羅漢 所以你看 這個我們在人世間上 當然都會有一些期待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世間其實就是無常 就是苦 那麼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 第一個當然也要累積有漏的善業 善遠 但也要累積無漏的善業 清淨業 所以我們要 就是要發願 真的要發願 我們這一世不一定得解脫 但是一定要發願要想解脫 這個才是根本 那麼最好可以跟佛一樣 就是發菩提心 又要成佛 那麼這有什麼差別呢 相解脫就是自己不受苦 成佛就是我自己不受苦 我也有能力讓別人不受苦 這個就是菩薩道 菩薩道 從我的經驗來講 確實比較艱難 確實比較艱難 我自己是有體驗的啦 真的 我真的是發過心 行過菩薩道的 但是 確實比較艱難 但是 行菩薩道就是 未成佛道 怎麼樣 不畏艱難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願啊 未成佛道 不畏艱難 那麼要發願 不畏艱難 那確實是比較艱難啊 你們真的去做過 真的去實踐過 你就知道 障礙很多 挫折很多 困難很多 但是未成佛道 不畏艱難 你要發願 要發願 向佛學習 那麼 你不要管多久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盡行受的做 盡位來祭的做 你有這個願在 即使你有隔音之明 那個願自己會起來 真的 所以菩薩道都是盡位來祭的 要發願 盡位來祭 行菩薩道 那麼你這個願如果搶的話 我告訴你 即使你不小心 到地獄的願 也很比較容易從地獄上來 是你的願力讓你上來的 像普賢十大願 他就比較重這個 那麼一樣 那要行 那麼你這個願就是 推動 這個願推動你往前走 叫做行願 真的 你真的 你實際上說 好你現在 就發一個願 我要做到什麼 一開始 一開始堅持 那麼做到的時候 你會很歡喜 你會很歡喜 接下來 有沒有障礙 看個人的姻緣 真的 那有的人就一直做去就很順 有的人就有一點障礙 那有障礙沒關係 我是曾經退過新的人 但是我不是退就起不來 我如果起不來 我今天就不會到處 來跟大家上課 不會了 後來我就發願 只要哪裡有需要 我就要去 一樣 那麼你就開始要這樣發願 那麼 也會有一些障礙喔 但是 未成佛道 怎麼樣 不未艱難 真的 時間到了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講到難陀 那下一次 下一次我們就講羅厚羅 就是 那一次回去之後 佛陀度了兩個人 難陀跟羅厚羅 把羅厚羅帶出來 那羅厚羅帶出來 讓耶穌陀羅很不高興 讓金望王很不高興 你自己出家就算了 你還把我唯一的香火 這個羅厚羅也帶出家 本來寄望你的 你沒有寄望了 我寄望我的孫子 連孫子也沒有寄望了 所以 金望王很生氣 而且後來 但是佛陀也沒辦法 後來跟佛陀要求 以後所有要出家的人 都要經過父母同意 從金望王開始的 所以出家都會問 那父母有沒有同意 那我父母有沒有同意 我爸爸同意 我媽媽不同意 但是我出家 他不知道我出家 所以他也沒有同意不同意 但是後來他現在當然同意 他現在甚至跟我說 你怎麼不把你兩個弟弟也叫去出家 哪裡說出家就出家 你看不一樣 真的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我們回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聽聞佛法 得到的喜樂 得到的法喜 我們希望一切眾生 都能夠得到這種法喜 那麼心裡面有這樣的想法 那有這樣的想法就是 你要必須把你得到的法喜 分享給別人 讓別人也得到這種法喜 你把你修行的經驗 分享給別人 讓別人也得到這種法樂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叫做回向 用你自己有的 影響到別人 讓別人也擁有 其實是這樣 好 好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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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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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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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共存活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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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